其实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这些概念 其实在我们这个时代 至少是无产阶级已经很难成立了 几乎每个现代化的国家不再提供无产阶级了 现在我们已经把整个教育当成一种资源 一个人出生下来 然后至少要完成这个九年的异物质 不像以前的工业时代 你不需要读书 你就老老实实的在这个机器上干活 你也不需要文化 你只需要当一颗螺丝钉 无产阶级是那样的一种概念 现在不是 现在是你人本身就 你只要受过教育 你本身就是一个有资产的劳动力 无产阶级这个概念 已经在我们这个时代 在我们这个全球化时代已经被取消了 因为几乎全球所有的国家 比较差的国家不说 但是一般完成现代化国家 基本上把所有的国民都培养成 就是说受过系统教育的国民了 一旦你受过系统教育了 那么你本身人活着就是资产了 就没有所谓的无产这个概念 交易本身就是我们资产 经常整天说无产阶级是行不通的 说中产阶级还可以成立 但是说中国还有无产阶级 几乎是无说八道 他已经不知道 就整个全球化时代到来之后 知识资本已经构成劳动力的一部分 马克思没有想到的一个事情 但是我们不能对马克思要求太高 经常看到那些左棍 在先扬这个无产阶级伟大 什么之类的 那些都是神经病 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 他们是受过良好教育的 他们本身就是有产者 知道吗 这就是神经病的 神经病的